到底有几个 小张到底有几个 那怎么办呢 在移书重复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计算笔数的话 这个时候还是用SS会比较方便 那如果说在SS里面呢 我希望知道说业务人员 它有几笔资料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再按一下右键 这边有个设计 直接把它重新编辑 或者按上面这边有个设计 如果我想要知道 到底有几笔的话 很简单 各位可以再把业务再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之后的话呢 旁边本来是群组 对不对 你把群组这地方点下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就会有好多功能 可以让你去调整 那里面的话呢 如果说你今天要知道说 到底小咪有几个的话 很简单 直接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笔数 笔数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执行给各位看 按右上角 左上角这个解释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小咪就会出现 总共的笔数是什么呢 十笔 小张 十笔 那如果说你要查 某个业务人员 它总共的交易笔数 为多少的话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那当然在SS资料库里面呢 它的灵活性会比SS来的高很多啦 但复杂度也比较高 所以呢很多同学 用这SS还用不习惯 不过你会用的话 你会发现 SS真的还蛮好用的 OK那各位试试看 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 使用设计检视建立新查询 加进来之后的话 第一个如果说你只是要 得到类似像 移除重复功能的话 直接加进来 这边的话呢 Sigma按下去 这边有个群组 就可以产生了 那如果说你要知道笔数的话 业务再加进来 把这一番改成笔数 OK 诸如此类的 那当然你可以排序 按照笔数排序也可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试看